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注册移民股民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Case Studies在Podcast里面 每个星期我们会看大量的Case Studies在联邦法庭 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联邦法庭是如何解释加拿大移民法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普通法的国家,有部分的interpretation就是看法庭如何演绎 第二个目的,看这些Case就是通常在联邦法庭那里有很多司法复合的Case 司法复合是什么回事呢?就是有些申请人的application被移民工IRCC refused 他申请司法复合,我们就从中学到他可能做了一些错误 或者是做了没有做的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增加知识 当我们去准备我们的client file scale 增加我们的客户的申请机会率高,增加机会率,成功机会率 每个星期就会选择这个Case给大家分享的 希望我们得到啟示,希望帮到你们 所以你想听多一些的 IMM-2023-FC-885 今天的Case就是关于Greeks of Mandamus 这是Latin来的,Reads an Order of Mandamus Mandamus是Latin for mandatory 那什么叫Reads of Mandamus呢? 就是申请人如果是移民局的太长时间 process到没有supply application的时候 他可以去联邦法庭申请命令叫移民局去 优先地去处理这个案件 但是要有些前提的condition在这里 那这个星期的Case就是跟大家解释了 有些什么的Case 有些Element里面 令到法庭可以接受这个申请 而成功地命令IRCC移民局去process 那个申请人的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nt就是申请这个Reader Mandamus 的applicant 他是中文内地的公民 他是被EUBC申请 收了去做PhD的program 他现在申请了study permit 那那个study processing 就delayed了 他是2021年的12月申请 in the middle of pandemic 所以他就是 是一直都拿不到那个study permit 那IRCC的解释就说 要做这个security background check 因为pandemic的时候就delayed了 那那个IRCC的applicant就说 他可以remote地上 等着那个study permit的时候 可以remote地上课的 但是由中国大陆和温哥华 有15个钟头的time difference 那令到他身心健康出现问题 那他已经defer了program 两年了 那他现在申请那个Reader Mandamus 去希望IRCC 尽快去process它的application 好等他就是 尼温哥说是in-person的class 的 那我们看看法官如何看 法官就觉得 法官就觉得IRCC 就是有一个 对公众有一个 法律的权利 去process 它的application 但是呢 就要满足三个条件 对公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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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 那个IRCC 要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去process 它的application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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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in addition to 这三个条件呢 最重要的条件呢 就是 这个delay呢 就令到 这个applicant suffer significant pressures 就是令到它呢 是有 有很大的影响的 它 precious 是令到它非常之 上不到堂啊 或者有 重大的损失 那样 那样 IRCC 就 那些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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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适合 不qualify 去order 那些applicant 的 那些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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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 那些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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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applicant 是重新的 那些applicant 那些applicant 它就是 制裁件 於 那些acam martin 那些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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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不断解释 法庭接受申請人的指控 但是第三個條件就是 他沒有解釋給法庭一些 evidence 為什麼是remote risk 令到他身心受影響 他應該找一個醫生做一個證明 第二個他沒有提供 如果提供了會增加他的成功機會 法庭就說有很多PhD program 你可以在地上讀的 不用一定要讀UBC這個PhD program 他應該提供一些 evidence 只是UBC的program 令到他的education objectives 譬如他做的particular research 即是UBC有的 其他國家是沒有的 他不可以去其他國家去讀 一定要讀UBC的 如果他提供了這兩樣東西 我相信他去apply the rhythm and damage 的機會 就會大壓增高了 希望這個case可以幫到大家 以及我們在當初學到 什麼時候可以申請 read and mandatements 因為都很重要 再重新去解釋 read and mandatements 是有某些條件存在才可以申請的 因為很多client都在等很久的application 通常會問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從這個case裡面就學到 要滿足了三個條件 才可以考慮申請這個reed and mandatements 通過一個law firm 不是consultant 通過一個law firm 去聯邦法庭申請 第一就是 那個delay是很unreasonable 比其他人長 第二就是 那個delay不是因為那個applicant 或者他的representative 去令到整個application 是delay了 而那個ILCC是有解釋得很清楚 詳細解釋 或者沒有解釋 那個delay是因為什麼原因 最重要就是 這個delay令到這個applicant有prejudice suffered from prejudice 在這個case裡面 這個applicant雖然有提到 他mental health, physical health受影響 他就沒有提供這個medical report 去support他的claim 希望這個case就是令到我們去詳細 進一步了解 什麼叫witnam and damas 有什麼 哪個情況之下可以用 如果你覺得是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你覺得這個case 是需要我們做一個assessment的 請你PM我們 如果你想其他topic 想我們去做research 或者下個禮拜再講的 請在我們的comment section裡面留言 今個禮拜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